昨天有這個題目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我們就開始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兒科的年齡分期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新生兒 就是這個大家每個人 可能家裡啦都有小朋友出生嘛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不陌生 但是其實度過了嬰兒期 或是就是在學齡前 我們這段時間比較重要 就是兩歲到小學前 小歲到新春期前 然後之後我們就會進入新春期了 所以其實一個小朋友 其實我們不管是小朋友 或是我們其實每一個人 我們都是這樣子過來的 所以之後呢 我會跟大家講說 就是我們在哪一個階段要注意什麼 OK 好 那身高要怎麼評估呢 就是除了我們今天啊 就是小朋友 我們會請他就是正確的測量以外 就是譬如說你今天你頭要擺正 然後我們的肩膀、屁股 就是要這樣子 就是要貼近這個測量仔以外 就是我們最重要就是 其實我們是要測量 大概每三個又要兩個次 因為我們台灣有一個叫做生長百分曲線度 這個就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看一下齁 其實我們生長曲線它會有一些變化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齁 這個其實網路上下載就有了 它其實就是國民健康署 它裡面有一張那個就是不管男孩或女孩 它會屬於它自己的那個生長百分曲線 那一般來講大家可以看一下齁 這裡是有點小但是應該還是看得很清楚 這裡有三百分位 15、50、85、97 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其實就是不同的百分位 那這個要怎麼看呢好 假設呢今天假設今天是 你就看你今天的小朋友今天是幾歲 如果假設今天是9歲 它的升高 然後它如果假設今天升高 我看看假如 好假設它如果它是120公關好的 那它就是月在大概是50百分位這裡 就直接對上去而已 就是直接這個畫一個出全直線 這樣對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但是我要跟大家講齁 一般來講如果假設在300公關以上 比如說大概15到97 但月前面越好 如果你在月前面的話 表示你今天譬如說 這個意思就是譬如說 假設你今天是97百分位 一個小朋友 那這個就是譬如說 100個人裡面 你是在前面前三個的 大家懂得懂得懂 所以其實這個回去自己對下去就可以了 包括體重也是這個意思 那比較要注意的就是 我剛跟大家講就是 每三個要兩個次嘛 那如果假設今天升高 百分位一直 它每一年它都低於300分位 第二點就是 它如果在一年內 它如果差於兩個標準差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原本如果假設 它今天是50 假設它現在 欸現在幾月 現在是4月 如果假設它現在是 4月份是50百分位 可是假設到了今年12月 它就突然下降到3 或是快速到97 這就是有要有問題的 是要注意的 大家聽懂不是嗎 就是我們不能差 超過兩個百分位 沒關係就是 大家可以就是先用 這個生長百分曲線 去看一下 小朋友它夠在哪一個百分曲線 好 但是如果假設你經驗就是差 與兩個標準差 就是你可能就要先去 小兒內根P科 或是小兒心神代謝科 看它是不是生長發 生長激素 或是成長激素 或是其它的那個甲狀線 有沒有比較低下 造成的問題 好 那不同年紀我們決定的生長激素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除了就是我們今天在那個 就是嬰兒期 就是胎兒期 嬰兒期 這段時間我們主要是 兒童期跟青春期 它影響比較大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曲線裡面 大概是兒童期 它身高贊成人的40% 那它會跟什麼有關係呢 其實它被遺傳 它有給小朋友的身心健康 它跟生長激素 跟甲狀線素最有關係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青春期 青春期就是 青春期以後 成人的身高大概是在15% 比如說雄性素 跟磁激素 跟磁激素 它是扮演比較通話的角色 好 OK 那到了在門診的時候 比如說有些病人 他就會說 他小朋友大概目前可以長得多高呢 其實大家知道 就是身高跟父母親很有關係 父母的遺傳總長的七成 後天是在三成 後天的努力就30% 等一下我跟大家講的 就是後天的努力 但是之前父母親的身高 預測身高 其實會影響一個小朋友的生長發育 那要怎麼算呢 我會跟小朋友講說 其實父親加母親的身高 加13除以2 加13除以2 然後加減5公分 就是男生的預測身高 也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家裡有一個小女孩 他的預測身高 現在目前的預測身高 就是用父親的身高加母親的身高 減13 然後再除以2 再加減5公分 這個就是女生的預測身高 所以其實我剛剛講說 就是父母親的遺傳主要是37成 那後面的30% 主要是就是後天的努力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不同年紀的 成高的平均速度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在出生到1歲的時候 這段時間我現在講的是平均值 就這一年大概有些人 比如說有些把這些人 這些小朋友 他的那個平均的長的身高 平均拿出來的話 大概是25公分 也就是說有些人是14公分 有些人是20公分 有些人是25公分 那平均一年就是25公分 1到2歲的話大概是10公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4到10歲之前都有5到6公分 所以我剛剛有講一句話說 如果假設今天一個小朋友 小朋友比如說他今天他只有7歲 可是他一年找不到4公分 這個就很有問題 這要特別注意 好 那再來就是看一下喔 11歲以後 因為女孩 大家看一下喔 女孩子大概10歲 胸部平均來講 10歲又開始發育 大概8到13歲啦 等下下一張題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講的是平均值 所以如果11歲以後到青春期 原上大致上都會有 大於6到7公分 至少至少平均 但是有些女孩呢 我們以實測來講 女孩的話就是有些可以找到 6到12公分或是10到12公分 那如果男孩的話大概是12到14公分這樣子 平均值 那什麼要特別注意喔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講一個古靈的東西 就是古靈就是他代表 就是我們那個今天代表骨頭的年紀 對不對 古靈嘛 骨頭的年紀 那要特別注意就是 如果男孩子的古靈超過16歲 女孩子的古靈超過14歲 原上他的發育空間就很小了 好 我們看一下齁 這個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我們青春期生理的發展順序 有的像大概齁 小朋友一個小女孩 她如果八到13歲 這段時間她就肚房就開始有點發育了 就表示說她正在發育了 開始逐天要發育了 八到13歲齁 但是一一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但平均是10、10歲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看齁 所以我剛剛有跟 還沒跟大家講 就是看一下 成長高峰的話大概是12歲 成本高峰 然後之後體態開始發生一些變化 他的乳房就開始變大 再來就是他月經又會來了 大概是月經來的 大概是平均大概是12.5歲 12到12.5歲 那男生的話 他發育就比較短一點點 男生發育比較慢 男生的話平均大概10 9到14歲或是10到17歲 這段時間其實他是一個平均值 他就開始發育 趕快開始慢慢變大 之後呢 鷹毛會開始長 鷹毛然後再次陰莖變長 大概是13歲的時候 那時候他開始會發展的比較快 然後原上變身的部分 跟大家講一下 原上男的男孩子 女孩子就是要特別出於月經來潮 跟男孩子就是變身 因為這兩個是帶有關鍵意義的 那什麼意思呢 等一下在後面倒數幾張後 我們會再告訴大家 好 OK 那我們再來重複一下重點 就是可能是生長異常 就是我剛好說我們以生長曲線的那個百分位來看的話 就是身高就是在第三百分位以下 那如果假設他落於兩個主要百分位 就是我剛好做舉例了嘛對不對 如果就是比如說假設他今天50 然後突然掉到3 或是從50突然掉到 突然升高到95% 在一年內他突然這樣子急劇的變化 就表示他的發展是有問題的 可能他發育的比較快或是他發育的比較慢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剛好跟大家講說 就是如果一年內小於是生長小於4分分 這樣子的小朋友就要特別注意 他可能長得比較矮小一點點 所以我會跟病人講說 請父母親要特別注意一下 小朋友他的生長發育的狀況 OK 那古靈呢 古靈呢就是骨頭年紀嘛 就叫古靈嘛對不對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 古靈跟自己平常的那個身高 跟自己的年紀其實不一定是一樣的 但是原來像差距在1歲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如果假設你今天 比如說假設今天這個妹妹 他如果假設他今天9歲 可是他的古靈已經到了12歲 這個就是異常的 或是假設如果今天這個妹妹 他9歲 然後他的古靈卻只有7歲或是6歲 這個也是有問題的 表示說他發展比較適緩一點點 好 那我們會請病人呢先去那個小兒科 請他去照一下就是左手掌的手腕 去照一下S光片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生長板 大家可以看到有點 應該還是看得清楚啦 這邊的話就是這個 就是生長板就是在下一張後面大家講的 其實他就是硬骨跟硬骨之間的距離 然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他因為他是生長板 他是軟骨構成的 所以他在S光片上面 他就會顯現一條線 還沒有一合的一條線 這個是11歲小朋友 這是14歲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14歲小朋友他的生長板就已經 已經濕合了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裡 啊這個的話就是你看 這還是外一個縫隙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到嗎 有嗎 然後如果是假設這個的話 就是男孩子的話你看喔 你看他的古靈 你看他的那個生長板的那個這個 你看他有點鬚鬚的 有剛才一條線嗎 小小的縫隙 然後這個的話如果今天是16歲 因為16歲男孩子 我已經密合了 所以你看他就是完全就沒有縫隙了 所以我們會請他先去那個去小兒科 去看看說 欸他今天的那個生長板是不是有癒合了 那西醫那邊 他們我們會請他們去 他們他們會有一張表 他們會去對照說 欸他小朋友今天的古靈是幾歲 然後我會請他提供回來給我們終於這樣子 好 來生長板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其實他就是硬 來大家看看是不是這個更明顯了 有沒有看到就是這條 他其實就是硬骨 我們講的硬骨 硬骨跟硬骨之間的 所以這叫做生長板 其實他是硬骨成的 所以因為他在S弓上面 他的那個密度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就看起來就是一條小小的縫隙一樣 但是我剛才有講 古靈跟那個 古靈跟世紀靈是不一樣的 他是代表古頭的成熟程度 但原上他正部差一公分 差一歲是沒有關係的 差一正部差一歲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如果假設像剛剛我跟大家講的 如果他生長板 他如果已經密合了 表示就是 欸他今天希望會比較沒有了 所以我們要特別請病人去拍古靈 是這個意思 OK 好 那需要照古靈的條件有什麼呢 其實並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照古靈 我剛有說就是譬如說今天有去照 醫師啊會根據生長曲線 他父母剛講的那個遺傳的生高嘛 你剛有講嘛對不對 他就是每年的生長速率 然後還有他是否有青春期的表現 譬如說他今天裏房子開始變大了 或是他今天搞完有沒有慢慢變大 或是陰莖 有沒有慢慢變長了 去做一些評估 但是重點是 孩子在青春前期 如果每年至少要長4到6公分 他如果生長曲線都沒有 一直都在3%以上 這樣子原來上去不一定要照古靈 但是我如果一般回門中醫門診的話 我還是會請他說 欸你還是去照一下會比較保險 我們會去看一下他的差距 好那特別這邊附帶一提話講 他性少熟 就是有一些小朋友齁 女孩子我剛講說 女孩子大概8到10歲的時候 會開始發育 男孩子是9到14歲 但是有些小朋友呢 如果小男孩他的在9歲之前 他你就發現他的膏頭突然變得很大 或是女孩子在8歲以前 他就開始喔突然就是跟你講說 然後他我的乳房會有點痛痛的 他會跟他講說他月經已經突然來了 這就是異常了 這就是有可能性早熟的風險 所以這個要特別再注意一下 大家聽得懂就是齁 這要特別注意一下喔 那性懷熟是什麼呢 就是女孩子如果假設他在13歲以後 他還沒有月經 或是他胸部還沒有發育 比如像女孩子大概12歲月經會來潮 平均年齡 但是男孩子如果14歲搞完還沒有發育 正常來講大概11歲搞完就會發育了嘛 所以如果假設他14歲搞完還沒有發育 這樣就比較偏性完熟 有可能是因為營養不良 或是假裝腺比較低下 或是身長激素比較缺乏 所以我們會跟別人講說 這些像營養不良 就是我用口頭問就知道了 假裝腺呢這個抽血就知道了 那身長激素的話 其實一般要彎才1到2年以上 因為重複一下就是剛剛講的 如果升高持續少於3% 就是升達百分曲線 或是1年長達4公分 或是50跟17年齡晚兩年以上才要考慮 如果差1年是沒有關係的 OK 好 OK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是有一個要把握著長高的環境期 就是我爸有講說 吃到6歲其實就是長高的準備期 這段時間羊腿也做什麼 要多吃蛋白子的東西 或是譬如說多喝牛奶 其實1天大概2杯牛奶 540其實就夠了 其實重點就是盡量從原型食物去補充 再來就是女孩在11、12歲 她其實是升達高峰 男孩是12到13歲是升達高峰 那黃金其實是什麼時間呢 就是女生越進來之前 跟男孩子變身之前 先講一下齁 這段時間非常重要 因為小朋友這段時間一定要特別注意睡眠 而且他一定要做一些就是 反低心靈的運動 比如說他跳繩 或是比如說他去那個跳高 或是去打籃球排球都可以 變成要注意營養這樣子 好 那影響的輕生期開始的因素呢 其實有跟經有關係 其實齁 我會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每個種族不太一樣 比如說在非洲或是西班牙 或是非西班牙其實會不太一樣 但是有的像 像你看喔 像在那個非洲 非洲國家的大概是8.8歲 她是我們台灣的女孩子 她大概就是我剛才講 平均年齡大概10歲的時候 往後開始發育 我講是平均年齡 所以其實會增肌因為有關係 跟每個種族會不太一樣 另外就是跟營養會有關係 已經有發現說 有發現說就是流行病學發現說 欸如果今天體重比較重的小朋友 她青春期會比較少 這是一個 還有跟第二個最重要就是環境荷爾蒙 像很多現在目前不是有塑化劑嗎 對不對 塑化劑這個東西 它很容易影響到就是 身長激素 它會去 它重點是它會抑制身長激素 而且它會 它會容易造成心著手 這會非常重要喔 好 等一下我們會依依來講齁 好 那我剛不是有講說 就是影響後天因素有30%嗎 對不對 那後面30%是什麼呢 就是運動 運動 就是你要去比如說跑步啊 或是跳高啊 然後再來就是睡眠 小朋友晚上一定要睡8到10個小時 因為身長激素 大概在晚上10點到2點 它的分泌是最高的 再來就是你一定要多注意 要多補充營養 營養蛋白質 還有跟情緒很會也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說 情緒在中午的看法是什麼 好 那就是占了30% 所以後天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剛有提過了 就是孩子想要長高呢 必須要先從早睡開始 小朋友呢 大家可以想齁 其實身長激素 他在夜晚有數五個高峰 然後最高大概就是晚上 你看這個peak 蠻高的就是晚上10點到2點 那最好睡眠就是一定要在 為什麼 你們看喔 為什麼10點到2點 為什麼要早點睡呢 因為晚上小朋友早點 大概9點多去入睡 他才會有睡意嘛對不對 你剛好睡覺以後 他的那個生長激素 他就會分泌啦對不對 所以原則上就是盡量10點前 也就一定要做起 然後而且他一直要睡 8到10小時 OK 好 那生長激素 有什麼作用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 其實生長激素其實 他是腦下垂體分泌的 那腦下垂體 他分泌的生長激素呢 他會刺激軟骨組織 你看喔 他可以幫助肌肉生長 然後軟骨呢 然後再慢慢硬化成硬骨 這時候呢 骨頭就會拉長了 所以其實生長激素 他可以幫助肌肉生長 而且他還可以刺激 就是那個 這個就是一定 大家看來看一下喔 第一型的類一道素的一個生長激素 這兩個他會作用在生長板上面 他可以幫助骨骨的生長 所以生長激素非常重要 他的作用是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那跟退黑激素有什麼關係呢 大家知道齁 如果假設白天一直曬太陽的話 白天的退黑激素 他會分泌的比較少 晚上會分泌的比較多 還有就是關燈有沒有 關燈 為什麼小朋友睡覺一定要關燈 因為關燈的話 他有幫助退黑激素的分泌 退黑激素 他可以幫助睡眠 所以有的像呢 退黑激素 他的那個原料 他是那個色藍酸 所以我們會請便人補充一些 像含有色藍酸食物 比如說像香蕉啊 玉米啊 番茄啊這些東西 他有色藍酸食物 再來就是 你可以多做一些運動 重點就是不要睡前滑手機 不要做汗拼飯 有沒有 另外一個就是要特別注意就是 嗯 不管是小朋友或是成年人 如果假設你今天午睡 超過40分鐘 其實對你的睡眠會比較不好 所以盡量鼓勵大家就是睡眠 就是如果假設午要午休的話 請在大概就是你大概睡30分鐘 40分鐘就可以了 暫不暫不會影響到晚上睡眠 那退黑激素分泌完以後 之後就跟著 之後呢 退黑激素幫助睡眠以後 之後四腦激素他就會分泌了 OK 好 那我們要有均衡的飲食 比如說熱量補充啊 補充多少呢 當然男孩子大概2500大卡 女孩子大概2000卡 2200卡這樣子 然後盡量就是血糖 你看大家看一下那個糖分 很多小朋友不是很喜歡吃油炸類的東西嗎 但是因為血糖如果太高的話 他會抑制生長技術的增密 所以我們會盡量不要 盡量小朋友就是在睡前不要吃消夜了 這很重要 這個是這個是有醫學證據的 所以請大家不要就是要注意一下 請他們不要亂吃一些 就是有可能的消夜這樣子 但是盡量三餐一定要固定 不要吃消夜 那大家看一下喔 我們中有句話就是乳桂有詩 大家看一下喔 你看一下喔 清代中醫的典籍講說 小兒癮食又任意偏好者骨不吃病 就是你隨便亂吃的話一定會生病 我翻譯給大家聽 那如果你你看喔 黏膩肝硬酸鹹辛辣 然後吃一些烤炸的東西呢 越南消化的東西的話 一定大家就會避免 所以其實以前的古代古籍 就有跟大家講了 但是就因為這句話 我等一下在後面投入片 也要跟大家提醒你今天很重要的事情 好OK 再來就是適當的運動 比如說你要被分替心影業運動 比如說像跳繩啊籃球啊 那有小朋友會說 欸那跳什麼要跳多久 有得上就是你大概一分鐘 你可以跳60到100下 但是有個小朋友會說 跟你講說我沒辦法跑那麼久 沒關係 你今天只要有跳就可以 可是重點是 你要維持大概可以30分鐘 那你可以15分鐘 或是10分鐘10分鐘10分鐘 休息一下 但是重點還是要維持30分鐘這樣子 因為他要運動 會比伸展運動 會給伸展板固定的壓力 等等會幫助他更成長 所以我們會跟小朋友講說 盡量做一些跳繩運動 OK 好 那再來就是講中音的部分了 OK 我們再來講一下中音的部分了 好OK 轉骨的部分啊 他其實為什麼會有轉骨這個名詞呢 其實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研究過 他其實就是清代人啊 他其實從 這些人物 他其實從旁墨的時候 來台灣開肯的時候 這些小朋友他長得比較小 而且比較矮 所以很多人就想說 喔那我來吃個轉骨的好了 他就想那個 所以名家又不是很多 那些什麼轉骨方嗎 他裡面都是有一些像那個 蕭蟲化肌的 因為小朋友以前小朋友 肚子很多回蟲 所以他就是病單就是開脾胃 所以今天會有 所以以前會有流行這種說法 但是其實呢 他只是一個民間特有的說法 所以其實不是每一個小朋友都需要 我剛剛講說 其實你要去評估說 小朋友他今天長得好不好 原理上就是他看他 癮養跟脾胃吸收 還有我們剛剛在前面最常提的 他有沒有到底 有沒有一年有超過四公分啊 他的身長百分會怎麼樣 再來就是他看看他貼心 是不是是否有出現 好 再來看一下齁 為什麼要講這一章呢 當然是有原因的 大家看一下齁 書問向古天真論說 大家看一下齁 女子跟丈夫 你看這樣表這個超好用 你看49歲就是開始就更年期有沒有 14歲就開始有月經有沒有 但是我剛剛不是跟大家講說 現在很多女孩大概12歲月經會來嗎 為什麼古籍14歲呢 因為現在很多人營養發育的比較 比較充盛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說 欸家裡的小朋友 他大概國小四五年級 就開始準備發育了 所以其實因為 雖然古籍他寫得很好 說14歲大概月經 天會就是月經之後 就要準備來了齁 那男孩子就是二八十六 就盛氣那時候比較充足了 所以那時候可以生小孩有沒有 所以以前古代人 不是很早很年輕 就開始有生小孩了嘛 對不對齁 所以就是現在很多 因為營養比較衝突 所以很多女孩子齁 但發育會提前喔 好 那轉骨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其實就是由兒童期 轉為成年男女的一個狀況 那轉骨期就等於青春期 這個就是快速生長期這樣 快速升高的時期 那我們這段時間其實轉骨 幫我們的廣義來講 因為大家都知道齁 腎是為先天之本 這個意思就是父母親給我們的 那脾胃是後天之本 就是我們後續做我們吃完 比如說各位現在在用餐 吃東西消化吸收就是脾胃 因為我們需要消化一些水骨經維 我們吃東西就叫做水骨經維 所以脾胃進去吸收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 就是這段時間呢 要特別促進生長法育改善體質 有時候有些小朋友跟你講說 我一直鼻子過敏 或是我一直以為心皮膚炎 或是他跟你講說 他常給我鼻血有沒有 或是他跟你講說 早上吃不下就骨子痛 看到早餐就沒胃口 有沒有 然後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幫幫他強調體格 這個就是主要脾胃的液痰 好 那特別要注意的就是 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物體喔 大家看一下喔 青春期前後 條理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這邊等等等等 我們就畫一個條線 畫條線 青春期前我們一定要以故步脾胃為主 什麼意思呢 就是大家應該有聽過四神湯吧 對不對 四神湯 四神湯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喔 他可以幫助健脾胃 他可以促進吸收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會加一些 譬如說通天草 通天草 通天草應該大家 就是口味草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然後再加上一些 口味药單身 然後可是青春期後面呢 女孩子我們就會以 補肝血為主 因為女孩子月經會來草 而且女孩子很多 像你看現在很多女孩子 會想說喔 她金錢症候循環明顯 金錢容易頭痛 有沒有 或是她會想說 金錢鼓完會髒痛 或是排氧期超級肯痛 超多的 能拯救很多病人 所以這段時間呢 我們會以調肝血為主 那我們會特別注意 調筋骨血 及胸部的發育 那男孩子呢 他就是以骨腎為主 那我們會注意骨格的發展 跟骨氣 那這段時間呢 我們可以用九層塔頭 做一個要理 大家就知道 九層塔頭 OK 好 青春期 我先講一下民間常用的草藥 就是像通天草 就是口味草 這個東西 口味草其實是台灣人生 他會用在就是小朋友 他比如說他今天吃不下 或是食慾比較不好的人 他有一些就是消食化肌 像以前人 為什麼常常用狗味草 因為很多肚子沒有很多蝟蟲 他可以幫助他消化吸收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喔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小兒肝肌發育不良 小兒慢體 胃腸虛弱 可以用它 OK 那我剛好跟大家講 就是四神湯 四神湯為什麼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呢 大家 重點是 他就是 他今天是一個很溫和的東西 他吃了也不會很燥熱 他裡面的四神就是 蝶子 福林 山藥 現實 OK 那很多病人都會跟我說 欸我是不是一定要加豬小腸君主呢 其實不用 為什麼小 以前人都是無藥主 多麼豬小腸呢 他其實就是以形取形的意思 因為 我們腸胃這邊 很多小腸對不對 他其實是做個要理 以形取形的意思 就像女生 為什麼 熊部長跟他吃青木瓜 等一下我下面有圖片 也跟大家分享 其實他就是以形取形 他的形狀 跟我們腸子很類似 所以就是做一個要理而已 所以其實不一定 小腸如果講說 他不敢吃這個 你可以放豬肉或雞肉啊 或是放香菇也可以 那狗尾草 狗尾草剛剛講過了 可以 再來就是青春期以後呢 就是特別要注意什麼 轉骨方 因為一般廣建的蒙古 轉骨方都是五腎為主 五腎為主 所以特別要注意什麼呢 女孩子要在月經來以後 女孩子他十二歲 平均月經會來嘛 所以我們在月經來以後 才可以介入一些轉骨方 那男孩子的話 就是猴戒長出開始變身以後 才能給轉骨方 如果你提早肥的話 你反而會讓生長滿 就提早肚核 他就會長不到了 OK 好 那男孩子轉骨呢 要注意什麼 注重骨氣血 然後再來就是要加強骨盒生長 大家看一下齁 其實男孩子轉骨方 就第二性能出現 我剛剛講的就是要變身 變身 那男孩子大概十六歲 腐童會密合 有些小朋友會長到十八歲 男孩子 所以比如說像十六歲 腐童密合了 他的時間會比較沒有機會 但是有些男孩子可以長到十八歲 有時候他今天如果 父母親長得比較好 長得比較高 或是他今天吃得比較營養 或是他睡眠比較好 可以長得比較紅 比較後面一點 時間可以比較長 開始變身 變身的意思大家應該都知道 腐童變低嗓音嘛 然後他開始出現猴竭 OK 然後這些就是第二性能的出現 OK 好 那女孩子呢 要特別注意加強修復的發育 比如說 像轉骨方中 特別要出現就是 女孩子就是月經奶潮以後 出經奶潮以後 這時候呢 可以幫助就是乳房的發展 OK 然後他之後 也會開始長一毛跟一毛 好 那轉骨方中 常見的名字草藥有什麼 像女孩子就是九層塔 大家知道嗎 九層塔頭對不對 有沒有 九層塔頭 他這東西呢 他有一些行氣活血的作用 他是做一些轉骨方的飲料 飲料 所以這個其實量也不能太大 為什麼呢 如果假設你這個量太大的話 大家知道齁 行氣活血 吃量太多 會容易耗氣 耗氣 就會讓氣變更虛的意思 所以這個量也不能太多 唉唷 等一下不好意思 跳 唉唷 等一下 所以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OK 所以九層塔頭呢 他有一些行氣活血 這邊有沒有看到 大家看到嗎 就是這邊 然後往後面大概是一吋的位置 就是一個 一吋的話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手的大拇指的位置 他往後按 大家就看上去就是太充穴 大家聽懂嗎 就是 在大拇指跟實質這邊 我們這邊可以摸 往後摸 然後大概一吋位置 會有一個凹陷數 就是太充穴 這邊可以幫助舒緩一些壓力 OK 那三膠呢 我們講婦科三膠 三膠非常重要 因為它是三 我們三條陰巾 三條陰巾 就是乾巾、底巾、正巾 它的膠胃穴 這條經過非常重要 因為它跟孩子的補氣血 跟女孩子的熱情很有關係 所以怎麼找呢 就在內懷 那它這邊看得出來是內懷吧 腳的內側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懷 然後在四根手頭的地方就是三吋 三吋 我們會在內懷 上面 會在 就是在 大家看一下嗎 有點不太好比 就是本來就是內懷上面 然後四根手的地方 後面在骨頭後面 會壓到一個很痠的位置 OK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足三里 足三里就是 在兩個膝蓋之間 我們有兩多秒多別的位置 然後也是四根手頭放上去 也是三吋的位置 然後可以按壓到足三里的穴位 沒關係 大家跟上我們自己看一下 因為可能這個圖有點不太清楚 這樣子 就是這邊 然後四根手頭下去 然後在 我們在這個氣骨旁邊 旁呆 一根手頭就是一吋的位置 這裡就是足三里 OK嗎 OK 所以這些穴位呢 其實一次在的下 按到有點酸酸蕩蕩 不用按到黑青 好 那最後來講一下 就是小朋友 就很多會有一些異病的觀點 就是比如說 他跟他講說 他壓力很大 有沒有 所以其實在我中有分文 要求證信 比如說 乾預氣智 氣慾化我 氣慾生坦 或是脹噪 什麼意思呢 就是小朋友他會講說 他有時候會龍蜜蜜蜜蜂 或是有些人他會講說 你看喔 你看氣慾化我什麼意思呢 會口感恐怖便利 OK 或是氣慾生坦 很多人會講說 他這裡有改為一個東西 卡卡的 可是想上不去又上不去 想下來又下不來 這也就是一個氣慾 氣阻的現象 就是氣慾生坦 障兆就去發給他講說 有時候不自主會想哭 他會覺得壓力很大這樣子 所以 其實小朋友啊 其實他的情緒也是很重要的 他在身上班也是很大 很大的關係 只是我們會 主要從乾淨 會去論治 OK 好 最後就要總結了 好看一下 所以小朋友呢 他我們中醫下足的時候介入呢 其實就是 就是女孩子一月進來之前 他得長最快 但是國小四五年級的時候 那男孩子就是變身之前 就是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 這時候中醫可以介入 但是 但是 什麼呢 大家注意喔 大家看喔 我畫一個精湯有沒有 就是如果假設你今天 身量百分會低於散 或是一年早到四公分 而且這時候小朋友又什麼呢 你看喔 他跟講說他蠻有沒有 鼻子過敏 就是現在鼻子過敏小朋友很多嘛 可以講說他不能入睡 或是他手疑很多濕疹 那小朋友 流鼻血那麼多 超多 流鼻血的小朋友 可以講說他早上一揉 流鼻血的病人 或是小朋友 他掉了飯就不想吃 或是大便 他可以講說他大人就要打不出來 這樣子的狀況就是 你要終於要提早介入調理 OK 好 最後 大家再做個總結 就是鼻腎 我們一般講的傳統 轉鼻方就是一些鼻腎藥嘛 那個女孩子去調乾血的 那鼻腎藥怎麼介入呢 一定要在你孩子變進來以後 那男孩子是要變身以後 我們這時候才能介入 如果你太早吃的話 會容易讓他長不高 OK 好啦 那就這樣子 現在 有夠問題